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知道吗 行政院拍板补助民间社工薪资 113年起新调高8.16% 未来比照军工教调薪幅度做调整 卫生福利部为了实践蔡英文总统的政见 加强社会照顾体系 提高社工人员的专业能力 改善他们的薪资待遇 109年度推出了阶梯式社工专业服务费补助制度 并增加雇主应负担的劳健保费和劳退费用补助 行政院也同意在明年补助民间单位社工人员薪资起调高8.16% 调整后的起薪为社工人员37,765元 社工督导44,239元 未来将根据军工教调薪情况调整薪资 此外雇主应该负担的费用也将调增至6000元 以减轻雇主的负担 促进社工薪资全额给付 卫生福利部说啊 为了改善社工薪资待遇 109年起调高了补助民间社工薪资2.7% 同时提高了补助雇主应负担的劳健保费和劳退准备金费用到5000元 为了建立长远完整的社工薪资制度 卫生福利部在今年3月与各地方政府 社工团体和社会福利单位共同研议 并得到行政院的大力支持 这项调整对留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落实社会安全网 促进公司协力 提升社会福利服务品质都有很大的帮助哦 欢迎大家收听报道真有爱 我是阿风 我们台湾是一个有爱的报道 因为有爱 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去去路路 我们报道的爱 充满在所有的地方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非常特别哦 我们这个台湾有些地方是高龄化社会非常严重的地方 尤其是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 华联台东、嘉宜、云家南这些 可以说是偏向的地方 但是呢 这位虽然来自高龄化很严重的官司 但是它偏偏是一个年轻的地方收场哦 并不是说这个地方高龄化的意思不是没有年轻人 是怎样所有年轻人的这个庄顶市长哦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是我们这个嘉宜官 你看起来这里有点三十了 有 超过 超过很多 不好意思 问这个女士 这个年龄是一个大忌讳 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原县人之前 先给他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主题就是 六朝乡要基盘一个真有意义的这个华联台 在那五月十八 母亲节之后那个拜六 这什么华联台呢 介绍一下 来 这华联台叫做路词有趣 我们是取谐音 路词有趣 路是用路草的路来做一个谐音的搭配 那这个五月十八的活动呢 我们是每一年的大盛事 我们透过这个活动 宣传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 阿彭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地的农特产是什么 一定是六的嘛 是六庄还是六角 你有吃过秋葵吗 秋葵 对 秋葵是什么 秋葵就是日本料理很常出现 巫火的手指 对 绿手指 然后有人叫他六角豆 那不是女孩子吃得比较好 对大家都很好 真的吗 对 女孩子吃有什么 他还蛮顾肠胃的 哦 是肠胃 对 然后他有非常多的料理方式 那路草在地 秋葵算是全国的产量占最高 哦 全国最大的秋葵产区 对 是 你们秋葵是都几个收 我们大概目前已经开始采收了 所以五月算大厨就开始了 是 没错 这个食当季 吃在地 这就是我们现在食农教育最重要的观念 所以说 大家要吃到最清最美最赞的这个秋葵 就去落草 是 那我们透过这个活动 宣传我们在地的特色农产品 有秋葵 像最近我们的哈密瓜 也是非常有名 你的哈密瓜 对 自己的哈密瓜不是说有一种一粒咕嚕的 极光 对 不太多咕嚕 不太多咕嚕 听说上千的 上千 对 哦 我吃不去 这个 这个是我认证过的 那包括哈密瓜 那我们在地还有温室的玉女番茄 对非常多 还有小黄瓜 那这一些农特产 我们都希望在这个产季为大家做介绍 我感觉台北人的厨房 基本就是在家里 是 其实我们嘉义县就是过去 过去一直称为西部的粮仓 哦 对 你们是怎样 你们的哈密瓜 那样整个是特别好吃的 还是品质不同 品种呢 它其实叫做卡蜜啦 哦 那有认证过的 它的网文啦 大小 甜度 都是必须符合 嘉义县政府的认证 那符合认证的 才叫做极光 才可以有 所谓的品质跟价格 就是会极度的 花光你的口袋 那叫欧若啦 极光 极光 对 是 好 那我们这一天 这个外团里面 还有什么 趣味的这个 安排吗 什么制服 我们主要还有 试集 很多 好吃 新奇又好玩的 试集 推荐给大家 那当天的舞台区 也有丰富的表演 那也有 丰富的大众 让大家来参与抽奖 有抽奖 对 有抽奖 去就可以抽吗 还是要做一些什么动作 我们有一些小活动 跟闯关游戏 哦 你算说要去闯关 还是说去做一个什么 行为 你才有什么抽奖 对 你们大众是什么 大众 烤箱 烤箱 一些电子产品 那你应该会合 应该是 做到有什么 花一百块 抽一个三千的 希望大家可以 在这里有好的体验 嗯 当天你应该有什么在地的 什么农特产 可以让他们计划的 当天 比较特别的 我们这次 跟日本食言 来做合作 什么叫日本食言 日本食言 是在马仇后 我们陆草有一个 新开发的产业园区 日本食言 日本食言 就是坐落在马仇后 园区里面 一家日本的调味料大厂 哦 啊 它是来台湾 用我们的材料 做加工就对了 对 它主要 它是调味料大厂 它这一次 跟我们合作的是咖喱 哦 所以说 它提供这个咖喱 咖喱也很多 做姜黄的啊 姜黄 对 这就是我们做咖喱的 这个 咖喱的这个 原材料 没错 那它咖喱跟我们在地的农特产 会合作推出一个咖喱饭 所以说 可以去吃咖喱饭 可以 咖喱饭也是限量的哦 限量的 对 不错不错 当然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 这个晚上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下午2点到晚上7点 说 哦 是怎样都用蚂蚂 蚂蚂 大家逛市集啦 比较轻松 哦 看不用起来走 对 可以 隧道自然起 对 然后逛一逛 比较凉 天气比较凉爽一点 好 啊 有多东西在哪里 在我们的 啊 路口狼道 什么叫做路口狼道 对 路口喔 哈哈 路口狼道也是取鹿草的鹿做谐音 是 对 那它是我们新的一个地标 我们用 排水 我们那个是一个棺杆 一个家庭的排水 嗯 然后那个排水系统 我们做整治 那让整个场域呢 更美化 所以那个地点 我们叫路口狼道 哦 对 所以第一点 大家这样 可能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在我们的 保证书部塑兵啊 好 五月十八 拜六 哦 这个母亲节 隔一个礼拜的 礼拜六 下午2点到7点 哦 大家记得 哪有型哦 可以去这个路草 哦 他们的路口狼道 那参加这个 入池有趣的农特产 文化产业活动 欢迎大家 嗯 不同样的体验啦 好 我们这个外人 酸酸酸酸 我们现在来说一些 我们正经的 刚才没什么正经 哈哈 别说 好 这个 刚才我们介绍过 说这个家庭 是我们台湾这个 高龄化 台湾的高龄化 很严重的一个管制 一直 一直 什么极限之乡 嗯 那你路草 这个高龄化 哪有很严重呢 很严重 高龄化 通常都是65岁 以上的临口所 那不是当用吗 已经高龄了吗 对 可是他们 我们以这个年龄的人口数 去看 我们路草是第一名 第一名 我们占 就是全体人数的 百分之二十八 你怎么这么厉害 对 这个强奸啦 是因为科学 比较厉害嘛 哈哈 第一名 对 你那边可能 大家比较厉害嘛 大家比较厉害嘛 不过真的很长寿 没错 对 所以那个路草是我们专台湾 乡镇市区里面 65岁以上 人口比例最高的 最高的 你知道全国平均多少吗 多少 二十一% 我们已经超高龄了 对 我想大家应该对六草有一些期待 嗯 希望有一些新的 不一样的作为 或是新的活力 可以注入这个乡镇 对啦 这个说法就很有力了 因为对着每一个高龄化的所在 他们最欠缺的都是年轻人 是 管理回到返乡 回去又不是说公平回来 要说 他回到回来 还有那个数学没有发展 当然照顾到自己 又照顾到家庭 又照顾到爸爸妈妈嘛 是 没错 所以说 你为什么是从外面回到家的嘛 对 我其实 我也算移入人口 嗯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其实 我的原生家庭是在新港乡 也是嘉义县 嗯 对 那我是因为结婚的关系来到路草 哦 其实这样移动是很正常的 是 我很多朋友也是都 他是原本是六草人 但是他可能帮他附近的乡镇 因为设计啦 结婚啦 就是说做事业 是 翁翁来来 其实 那以前是一种生活圈概念 他并没有离开他的生活圈 但是户籍地 可能那个行政区改变而已 是 我觉得说我们这个六草 他的这个行政区改有很多 嗯 行政区我们有15个村 15个村 对 15个村 是行政村嘛 对 哦 哦 15个村其实也没关系多 不多 嗯 那我们人口数大概一万四千多人 我们这个乡镇 这个勇敢的这个 踏入这个极限之乡 哦 他有多对这个 我们这个路草镇带来什么改变 我们效勸一下再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报道真有爱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 訪問的是这个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六草镇的乡镇 颜佩玉 刚才佩玉 刚才佩玉说到他们这个六草的这个 目前这个超高龄化的这个 这个现状 是 但是听说哦 我们研究过其实蛮多都是食品厂 对 对 我们的居住用地不够 哦 因为都农地嘛 对 啊 你们那些都良田吧 我们算良田 对 那三分之一 农的特定区哦 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台糖的地 哦 大地主的地 对 所以其实土地应用蛮受限的 不是说国家的我们是起来不用钱 哈哈哈 还是有一些 使用上的限制啊 对 那另一方面其实 我们的生活机能还不到很好 嗯 所以说虽然是一个很舒适的所在 对 但是一些 以前人口比较少 对 未来如果说 这种地区大人口要大 你可能你要拿杂贵 不然他会陷你这个地方 买这个东西走很快 对 不方便 好不够 对 对 所以说这 这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超前部署吧 是 所以我们其实这一年多以来 我们一直在做一些生活圈的打造 嗯 对 包括我们一些商圈 整个 食衣住行的一些带动跟宣传 那还有我们在地一些产业的合作 嗯 希望我们在地的農友可以有较好的 保障收益啦 或者是一些合作模式的建立 嗯 因为这个六草啦 如果有经过的人 可能他第一他就是说 他这个 田园风光很漂亮啦 对 你说马祖后的可能较娃 另外一边嘛 他稍微其实蛮临近我们的 临近的乡镇啦 泰国的破族其实也很近 他整个那边产业园就联作会 跟其他园区联作会 是 所以说 所以说在六草是分的比较 比较清楚 新兴区跟我们传统区分的比较清楚 所以说 未来有可能都新兴区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 跟我们这个传统区的这个产业的提升 应该是双头并进嘛 是我们其实需要做蛮多努力的 嗯 啊你 依静这个年轻人 你现在刚刚做到这个乡镇啦 大家对比较大的期待 是希望你做什么改变 其实啊 我们过期的三业 其实很单一的嘛 对 我们就是农业为主 其实现在很多青农返乡 嗯 二代啦三代都回来了 加上去 是我们台湾这个青农 那个活跃程度很大的一个关系 是 所以我们的青农回来了 我们怎么样跟青农 协助他们做一些产销啦 不论是平台的建立 还是说一些品牌的打造 嗯 我们希望跟他们合作 帮他们做更多农业的链接跟推广 嗯 啊你现在 这样做下去 你感觉 你较有成就感就是 做到什么事情 比较有成就感啊 嗯 我其实啊 我们这一年来 我们一直在做很多 跟民间的一些公私协力 会合作 公部门和私部门的民间团体合作 嗯 就是引进社会资源 没错没错 啊其实这样的房市喔 其实带动非常多的资源进到入草 对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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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又外流 可是相对我们 在做一些社会福利的推动的时候 我们的财政相对 其实是负担得起的 所以像今年 我说今年我们推了一个叫做 肠病毒的自费疫苗的补助 肠病毒疫苗很补助 最近是流行 这是不是台湾唯一的啊 我们是唯一 应该是唯一啦 我搜寻过 因为之前我看过 有时轮狀病毒 因为它有两剂 以前是祖北 有保障 对 北部比较多 这种祖北这种 它的一年的财政收入 滚了十元 对 少知道去处理的 对 其实我们今年推这个自费疫苗 我们一剂哦 一剂最高补助4300元 补助三剂 几年也可以补助三剂 对 它其实一辈子只要打 这三剂就可以了 它算是三剂型的 因为它的耗发期 其实是六岁以下 那它只要六岁前打完 它就有这一个 相对有一个免疫抵抗的能力 所以你怎么去想到这个 其实我们人口很少的嘛 小朋友出身 其实 大家都在说少子话 所以我们在想说 少子话有没有一些幼婴 给我们在地的 路草的小朋友 抢一些小朋友进来 多一点福利啦 至少让在地的父母亲 可以有一些觉得 我想你这样去唱歌 隔壁乡镇的啦 希望可以耶 我听我们家庭去诊所 注肠病毒疫苗 隔壁乡镇很羡慕他耶 对啊 他说只有你们六岁有耶 因为这个原因啊 这个竹北人口成长非常快耶 是 竹北人口已经快要超过新竹了吧 哇 对啊 就一个县辖市的人口超过省辖市喔 是 因为它的那个财政真的 它的整个那个市民福利很高 对 所以你看看 福利 这边的这个竹北市长 是两个立法委员去治耶 哇 从来没有听过立法委员去 争乡镇市首长的 是 因为竹北市定于竹北新竹县 哇 所以说福利真的很重 说想不到路潮 我就是你们那个财政很困难耶 我们是健康的 对 因为你们人口相对也稍微少一点了 是 未来呢 吸取的新的人口 搞不好税收也提高 一样可以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那不错耶 没错 开始是不错 嗯 再来就是说你们六草 因为这次是说你们这个办这个路词有趣的活动 其实你们这个地名和路就都没关系了 地名哦 有啦 古早时代哦 它还是因为成群的路在吃草 那样的一个历史的渊源 水草丰门的地方 是 好地方 是说六草怎么都没六荣 哈哈 有融哦 对啊 不然这个名识不符 我们应该要挑战一下 寻根 对啊 你要看我参加路词有趣 啊你是要去买鹿龙 找鹿龙 哈哈哈哈 结果也是植物 你不要5月18人家都来找我 要鹿龙 哈哈哈哈 鹿龙其实计划不错 哈哈哈哈 啊你们未来啦 我们现在说这个 既然这个 呃 地方上已经有产业园区出来 啊现在农业也不断在升级 嗯 啊你未来你说 我们这个六草丶 你的发展的 你的运情 你自己是想要把 我们六草丶 带你去什么方向 啊好 其实六草丶啊 我们在谈整个 家技官的发展好了 嗯 我们现在一直看到 新闻很大的嘛 台积电 科学园区 对 还是说 厚礼要来 嗯 其实这样的人潮 来的时候 我们六草其实 我们感觉有准备好 嗯 有法度迎接这些人潮 其实我们就在很近的地方 你算有认识这算不错了呢 不错了吼 其他乡认市 另外乡认 没几个认识 这好像认识 来好啊 房价去啊 好啊 大家很好 其实房价当然啊 呃那个 评价两级啦 有人觉得房价高了 我也买买去嘛 对啊 对这当然是两 两种评价 可是陆草其实 呃 我在思考的吼 这些机会来了吼 陆草接不接得住 对 对 其实我相信啦 我那片乡也有我们的 劣势 但是也有面对机会 跟挑战的一些优势 嗯 对 那其实我陆草是一个 相对当然很淳朴的地方 那我的生活环境 还是说居住的一个机能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 相对的提升 对 好在人潮来的时候 感觉这是一个 不错的 可以来探访的地方 甚至有可能来家居住 嗯 这可能是一个 他们可以考量一个 宜居的环境 对 因为你说的宜居啦 就是说每一个乡镇市 甚至搭到县市国家 大家在发展上 都会有一个 所谓的定位问题 是 你说陆草 你在这个周边环境内对 一样大家都有 这个客观的情绪 哦 那个科学人员来加义啦 还是说这个 虽然名品城 这个奥特区来加义啦 人家的党主 是对所有 各个人都同样的 但是呢 你陆草 你准备把自己 动作 在这样的趋势 你看定位自己 成为一个什么 然后才可以 凸显他的优势 是 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 你这部分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我们 像刚刚提到这些建设 离温陆草 差不多10分斤的距离 车程 对 车程其实很好 对 那当然相对 在交通方面 我们也希望 进出一些 相关的运输 接驳 对 接驳跟运输 来陆草 那来到我们这个小镇 我们的其实 陆草东区 我们说最热闹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公寿 往两边延伸 这边就是我们主要的 吃美食 一条路 买东西 对 很近 其实用走路就会到 对 所以如果住在陆草 走路就有生活圈 很近 非常近 那所以我们 去年 我们开始把一些商圈 开始抠起来 对 那我们商圈 其实你不要看 陆草很小 我们商圈抠起来 目前的商家 集结成来的 起来的协会 差不多四五十斤 四五十斤 当然在台北 在北部 可能觉得 怎么那么少 没有啦 已经不错了 因为我也经常去草车 老实说 我自己老家 在台中 一个草车的 河边 海边的 一个小村子 我们村子里面 只有一间 杂货店 还要开不开 哇 那我们杂货店 蛮多的 我如果要买一杯咖啡 我就要开车 差不多十公里 是 这有便利商店 那说到咖啡 我要讲一下 我们有年轻人 回来开咖啡店 哦 你们六草有自己的咖啡 对 它就是青年返乡 那我们说 这里有年轻人吗 其实有 我们有咖啡店 那也有网红的甜点店 所以你们六草有这些店就对了 哦 我如果要找一间咖啡厅 我可能开 十五公里 至二十公里 真的吗 这样来我们家用 除非City Cab 就是便利商店里面 那如果有算就比较近 那十公里 哈哈 那来我们家很近 用走路就够了 所以说 路草现在是一个小而美 是 甚至说 你们要依这个生活品质 就是说 你们要在那儿大 它应该是很舒服的 其实很舒服 是 对 如果是这个定位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啦 你说 欸 如果说二十分间 距离这个 大家所讲的这些 比较热门的这些地方 十分间是较好的 你不要想说 商业区 或是说 科学园区里面很大 那不然很差 很乱 没错 那边就是工作嘛 工作场域 所以说 你们这里就是说 以后嘉义科学园区 或是嘉义商业区的 这个后发源 一个舒适的地方 可以来走一走 来放松自己 我们这个 年轻的佩鱼商长 用他的这个新的关联 对着这个六草的这个发展 都已经有很好的这个训练 只是说这个训练 到底有什么做到吗 他们这个六草来说 我们不要说看六草 你看看说 我们台湾差这种的这种偏乡 或者是说这种 城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区 他们的这个未来改变的气质 和机会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报道真有爱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好问的是这个 嘉义六草区的这个 岩佩宇 岩乡长 刚才有给我们介绍这个 外团嘛 介绍说他们六草的这个状况 这也算农工大乡啊 是 朝这个方向发展 对啊 还有这个 也这个 生活越来越舒适 还有一些对这个 新生儿的疫苗补助 专国唯一的喔 肠病毒疫苗补助喔 四五千喔 对 一季四千三 所以三季 三季 万我喔 一万两千九 这个附近的乡镇 你们有这个孩子 可以耍过 可以移入 对 父母亲也要移入喔 对 刚才兄弟也有介绍到 你们这里有一些少年 在开一些很趣的店是不是 是 我们介绍一下 青年返乡创业 就在我刚才说的路口廊道 我们5月18号 这个活动办的地点叫做路口廊道 那它旁边就是我们青年返乡 刚开的叫做幕后咖啡 幕后咖啡就是说都去那做幕后交易 这个少年人喔 本来是做电影产业的 他是做电影的幕后人员 哦 所以他把他的咖啡 当做他的作品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我们云家人 其实很多少年人 也是在那堂市在做电影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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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他们也向往返乡的生活啦 对啦 堂市开始是更辛苦 哈哈哈 啊 回到家裡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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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喝咖啡的场域不多 哦 但是他就是其中 北京雖然漂亮 但是要坐下來喝咖啡沒幾間就對了 所以它吸引蠻多觀光客 我們在地也都會去買咖啡 你們有咖啡喝得不錯啊 不錯喔 我住的地方真的整個城市 都是我的咖啡屋啊 因為都沒有 除了咖啡還有什麼 對 在旁邊還有一間叫做日和製冰 它原本是做冰塊的 他們兩個是不是有完結 因為咖啡喝熱的 不是 咖啡的冰塊都給他買 都給他買 它是製冰喔 對 它其實是冰塊起家 不過它後續就做了剉冰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叫做 紅茶雪冰 紅茶雪 對 它其實就是紅茶上面加一球 鳳梨的口味的冰淇淋 對 那個是我們夏天的最愛 所以這兩間店來我們先說 咖啡它的咖啡豆也算自己烘的 自己烘的 對 自己烘的 因為我們咖啡玩咖啡豆的故鄉 對 有很多所在煎咖啡豆 對啊 所以我們在地的咖啡豆還有在地的小魚人烘的就對了 是 口味不錯 而且它研發很多新口味 哦 像它 它甜點也會自己做哦 甜點也會自己做 對 它甜點還結合我們在地的食材 這個老闆是十八十五的 你覺得咧 我應該覺得是十八的吧 男生 沒錯 男生嘛 像我們在地的鳳梨嗎 它鳳梨應該對 應該是我們災線的 對 它咖啡豆也有很多很多鳳梨品種 是 我記得我們台灣 這個台南咖啡豆的這個鳳梨品種 咖啡豆很多 很多種耶 哈哈哈哈 前景這個炒地獎丸有沒過 是喔 你有厲害 我每次吃過的咖啡豆有一個什麼 蘋果鳳梨 蘋果鳳梨 好 還有什麼鍋 喔 好 那我再介紹一家 也是我們夏天的最愛 我們現打的新鮮果汁 嗯 是什麼種的果汁 有木瓜牛奶啦 酪梨牛奶 你想得到的果汁 它都可以現打 因為這種東西 在台北一杯都百碗了 哇 那你也可以來問一下喝 應該可以喝兩杯 兩杯而已 我想說可以喝三杯 不然你來我再加一杯 哈哈哈 因為這個 在台北 你不管是什麼 你只要用原汁原味 都貴到 是 真的是很貴的啦 啊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 自己的這個 那個 好吃的豬肉做的 這個排骨便當 現在都超過一百塊了 哇 台北都百億了 對 我今天吃的這個 排骨便當百億 哇 不過應該算便宜的囉 這算便宜了嘛 是不是 在北部 就是這個價格 哈哈哈 不太小的啊 哈哈哈 所以說你們這個 這個店 都在這個 我們這個什麼 路口廊道附近 對 都在附近而已 用走路就可以到了 哦 你們對這些 你們有提供給他們選擇嗎 年輕人的規定不簡單耶 對耶 我們其實在網路 像 呃 今年喔 我大概會用一些 短影音的方式 嗯 幫我們的店家做宣傳 你自己做嗎 對 我請人做啦 哦 請專門的來做 因為 我們這個 這個工所喔 不要說短影音啦 哦 像一個電視 要經營就屁屁屁屁啦 哈哈哈 真的不容易 嗯 對 可是這個喔 觸及的相對的對象 會 非常要廣 對 因為會做行銷 跟別的做行銷 真的差很大 我們說就是加記 一些這個 最近有一些這個 新的年輕人 這些鄉鎮 鄉鎮首長 帶來就不一樣的這個風氣 他最早的 譬如說那個大林的那個 嗯 是 黃鎮魚 鎮長 黃鎮長 對 他就幫大林做了很好的行銷 聽說他也本來就是學這個嘛 學傳播的 啊所以 一些年輕人做鄉鎮市場 帶來 帶來的這個改變 會讓大家 鄉親 大家都有信心 所以聽說你們這次 幾個 大家 參加你這麼年輕人 做鄉鎮市場 其實是不簡單的 就大家可以信任啦 對啊 因為以前大家都說 嘴上無毛 半事不老 你沒有到一個年紀 不敢讓你收拾 一開始我們出來參選的時候 大家也是半信半疑 他會想說 這個年輕人 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我相信你過期的這個經歷 應該讓大家有信心嘛 我過去其實是在公部門服務 對啊 你如果不是說在學校也有負責過 在管政府也有負責過 對 在獻服 其實是在青年發展科 那時候做課長 那相對我們會接受到 很多官來的年輕人 就可能 這個鄉親對你的信心也比較熟一層 還不錯 你有做這個青年服務的這個工作後 所以你現在對著這個 六臭未來的這個 我們鄉鎮市場工作開始 你們工作的年輕人有多嗎 我們的人差不多 編制內啦 差不多41個左右 嗯 41個 對 41個 因為我們受限於人口數的關係 對啦 所以我們整體的行政編制不會太大 嗯 對 其實我們這個相對其實會有一些困境啦 你在對應到一些民眾的需求 或者是中央的政策或資源的時候 其實是很受限的 嗯 對 所以說很大的這個氣力 就要去 第一你就是要讓團隊跟得上腳步 沒錯 那不然你的生活太多 所以團隊也不知道 我的團隊其實也很年輕 哦 我的主管都很年輕 嗯 這樣做得去啦 對 是希望可以充滿啦 那也希望給我們在地 更多的一個想像 然後更多的活力 再來第二就是說 公部門主管就跟你說了 你們這個可能是人口關係啦 這個 縣府財政也不是很有利 所以你們有可能要引進很多社會資源吧 沒錯 我們其實已經蠻多民間團體 包括社福 我們有和譬如說 台灣活力老化推展協會 嗯 這個協會它主要會做很多的長者照顧 嗯 要在房屋地下窟 經營據點 那也帶了很多像是 接駁車這樣的資源給長者 它可以帶人出去小旅行 哦 或帶人去買菜 帶人去買菜 對啊 可以帶人去買菜 哈哈哈 我背我們媽媽去買菜 哦 真的很累 哈哈 為什麼要買很多 對 媽媽她都會說過 哈哈哈 她會說很久 那蠻厲害的 我還是說沒辦法出 可是這也是訓練頭腦耶 嗯 對不對 沒錯 不過她會想很久哦 哈哈哈 要說很久耶 因為你說爸爸媽媽在說過有時候 她會故意說她要跑了 不然她要 都要來來去 我都看穿她的技能 哈哈哈 只有你知道 啊 這這也是一種 趣啦 樂趣 對 也是跟長者的一些互動 嗯 嗯 你這樣算第一人嘛 第一人 做兩年了 對 一年多 嗯 對 這個我們剛才聽到很多想法 啊 你未來 我們算說我們這個 存兩三分鐘的這個時間 嗯 想要怎麼說 這個未來 你最想要做的這個改變 想要帶給這個路潮的這個改變 還有什麼 對 其實喔 我們是不是 常常聽到人說地方創生 哦 創生 對 地方創生其實 我們現在透過很多提案的方式 在把中央針出很多主委 對 那這個主委 我希望可以在我們公寿的周邊 就是我說最老的這個地方 嗯 做很多場域的一些活化 跟政見 我們這個小鎮的形象 可以比較不一樣 哦 可能大家對我們六草沒有什麼影響 對啦 那六草跟六草都沒有關係 對 可是 像今天有一則新聞 它是自由時報幫我們報導 有說我們圖書館 我們圖書館其實是日治時代 它叫做裝藝廠 嗯 對 它其實是一個日式的 經過認證 一個文化資產的建築 以前是一個地方行政機關 是 那 今天就有 餐廳 餐廳跟我說 有一個台北的人 可以看到這篇的報道 嗯 就來我們這裡 來看圖書館 順便去餐廳吃飯 對 這樣不錯 對 那我想透過這些場域 活化整件 那提升整個陸潮的能見度 我希望 更多人可以知道六草 對 變化慢也有變化慢的好處喔 因為會留下很多歷史的痕跡 沒錯 沒錯 要不負責 爭取這個優勢啦 把握這個優勢 它現在對著這個歷史文資 大概非常重視 而且很多人 因為我們現在 算高齡化之後很多人 它還很健康的 年紀久了 它的活力 它的經濟能力都很好 這才是我們未來 台灣這個 所謂的鄉鎮旅遊的一個主力喔 是 所以你們好多建築 其實也是很好 嗯 嗯 就讓他們可以來這裡走一走 如果你說地方創生 當然地方創生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有這麼多想法 但是 把年輕人找回來 讓他們能夠 協助他們在這個地方 把這些事情都做好 是 它就會真正爆發出生機了 對 讓青年人回流啦 在我們在地 形成一個支持系統 讓他們繼續在地服務跟貢獻 所以說六草人 年輕人可能有很福氣 未來你如果想要回去六草發展 可以去公所找房間 可以找我 看有什麼 想法需要到三天 如果做得到的 可以 就是公部門能做的啦 對 做不到的可能也幫忙找一些 社會資源協助你們 可能這會把這個六草帶起來 嗯 不是帶起來 而是帶起來 帶起來 好 非常開心我們今天這個 顏培顏鄉長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這個 五月十八 這點有這個 入辞有趣的活動 會不會兩點到七點 還會分享他這個 年輕人鄉長 他對著這個 偏向的這個治理 和這個 未來發展的一些生活 我們 今天的這個方法就到了 我們後禮拜 不可以繼續收聽 報道真有愛 拜拜 拜拜 支持勇敢面對人生的人 捐款請上網搜尋 脊髓損傷基金會